王运会期间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 在上海各大商圈运动场馆也在奥运会期间 围绕体育赛事推出了各类特色活动 持续吸引市民的运动热情 各类运动场馆的预定十分火爆 夜幕降临 一场名为城市运动季的活动 在上海世博园区域的商圈内拉开帷幕 涉及女子气手枪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陶露娜 和羽毛球女单世界冠军王一涵 这两名上海籍退运动员来到现场 与市民同场互动 现场设置了篮球 划船机 飞盘等运动体验项目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奥运会期间我就比较喜欢看篮球和足球这些 有的时候看了比赛以后就觉得挺挺想打球的 有的时候也会去打打别的运动 就羽毛球啊 排球什么的 都会去看 去参加一下 整个城市运动季将推出200多项体育活动 包含滑板 篮球 足球等七大主题活动 在整个奥运期间啊 上海的各种运动场地都预定非常火热 那像我身后的这个羽毛球场 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在都是每一个场地 都在被使用的 而那我们前方呢是一个篮球公园 即使天气非常炎热 还是有非常多的市民来到这里 进行体育锻炼 平时抽点时间过来都锻炼锻炼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人多 就是可以多打打比赛 而且这里有风扇 一般打三到四个小时 在家里看的也是非常激动 我看到他们拿冠军 然后自己也会想出门运动 因为夏天虽然比较热 但是有奥运会的话 就是大家也会激发大家的那种运动热情 这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体育综合馆负责人 告诉记者 由于近期奥运会正在进行 来预定场馆打篮球和羽毛球的客人明显增多 晚上时段尤其火热 受奥运会的推动 我们的羽毛球场从晚上的六点到晚上的九点半 都是全部爆满的 基本上需要提前三天去预定